我們這次港龍的空姐 東菇頭 話說 昨天我們開茶會 我們旅行團開茶會 大家當然會對機票 當然會對名字 在最後一次對的時候 竟然都沒有人發覺出現問題 包括我 昨晚我9時多 我回到家吃東西 有一個人是沒有出現的 那個人為什麼沒有出現呢 是因為她說我沒有通知她開茶會 我們有個團友 她說我沒有通知她開茶會 我看一個WhatsApp 我又通知她 可能錯過了 不緊要 但正正是她沒有來茶會的朋友 因為她不知道什麼事 她沒有去茶會 她反而心碎清 馬上會召喚我 馬上會召喚我 召喚我 召喚你 你們調了機票嗎 我說沒有 她說為什麼6時多要到機場 我們8時多機 不是 我把機票12時多出發 我心想大糟糕了 那我馬上看 我上網看 因為這些機票是我和太太一起訂的 因為我很害怕這些東西 很小心 原來我們有6個人 包括現在我們的operator 是6個人訂了12時多的機票 那麼 鑑於還有剩下4、5天 我知道是很糟糕的 首先 未必有得改 最差的環境 就是我要退了這6張機票 可能一張是2000多元 我3000元 一張 就退回900元 給你 然後再買一套新的機票 但是新的機票 如果去到這麼近 我們很多社經驗 是過萬的 1萬元 那怎樣 那時候已經是想定 以我的性格 一定是想定 那6個人 最多 大不了 就真的要找一輛車去機場 就是另外一輛車 就是以我們解決問題 那我立刻打去那個AIRLINE 那當然打去AIRLINE 是有得搞 最後就 那一張票900元 那我說9654 其實我也覺得OK 都要給的 是呀 給的 誰知道 那女生就 那個先生就說 馬先生 其實你們這樣團體 一大輪一大輪 那他就收便宜了我 那我不說多少錢 都要給 那一變了 我真的很appreciate 那當然 因為我是 這個國泰 我不要說是哪個級的會員 那但是其實都不關事的 你自己填錯東西 就要給的 我老婆就說 喂 是不是呀 是不是他們自己 因為我老婆堅決 你知道女人不肯認錯 她跟我一起看 她說 是不是 郭泰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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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六個人就不能怪他們 因為他們不知道 他們本身坐幾點機 那他們就不會查 看到數點機都很正常 有多少人 好像我們有六點機 去到機場 對不對 那 anyway 我是很期待 因為我成兩個幾月 以我來說兩個幾月 不回馬拉 就很痛苦 等於我兩個幾月不飛 我都會死